大家好,我是佳佳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缘分这个名词 尤其是我在主持婚礼的时候 常常也会说到它 而且我也相信大家多多少少 都听过身边的亲友说 自己的小孩像是来报恩的 从小就很好养 然后超级乖、超级贴心 又或者是自己的小孩 就像是来讨债的 从一出生就常常给自己找麻烦 然后让自己伤神伤心 又或者是很多长辈说 会当夫妻就是因为 甚至有的人会说 自己的哪一段感情 就像是一段孽缘 还记得上周的影片 我们分享了前世今生这本书 书中的主角叫做凯瑟琳 而写这本书的作者呢 就是她的心理医生 布莱恩·魏斯 书中的内容分享的都是 凯瑟琳在春眠中 回忆她的前世 前前后后说了86个 不同的人生经历 时间长达四、五千年 书中描述她好几个前世 这当中有士兵、教师、仆人、奴隶、平民、印第安人 还有转世成为男人跟女人 地理跨度呢 包括了意大利、法国、德国、俄国、西班牙、埃及、摩洛哥、美国、日本等等世界各国 例如她第一个回忆体的阿朗达 是一个埃及女性 她有着金色的头发 而且都会编成辫子 当时的人呢 都会把篮子架在肩膀上走路 她的身份是皇室里的仆人 负责准备食材 还有处理桑葬事宜 有一事的她 是一个西班牙妓女 叫做鲁伊萨 而她每天的工作呢 就是在酒吧里跳舞 并且吸引需要脚椅的男性 在那一世中 她经历过疫病 幸运的是 她在那一场疫病中生存下来 有一事 凯瑟琳转身为一个 住在佛罗利达西南岸的 美国印度安女人 在这一生中 她是一位医生 赤脚形变白丽 她的皮肤很黑 而且有一双奇怪的眼睛 她喜欢带蓝宝石 这个蓝宝石中间呢 还镶着一颗红宝石 当病人来找她治疗的时候 她会在患者的伤处 涂上油 敷上草药 而且她还有通灵的能力 另一是 她成为了德国的一名飞行员 叫做艾瑞克 她不喜欢打仗 因为她觉得杀人是不对的 但是她必须尽到她自己的职责 她说她们这些士兵 在战场上死得毫无意义 因为要她们赴战场的 是一群疯狂追求权力的人 虽然感觉像是国家的领导者 但如果真的是一位好的领导者 政府内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 她说我们一定都疯了 才会让这些人牵着鼻子走 让这些人叫我们去杀人 而且还传爱自己以及同胞 还有一事 她是一位海盗 叫做约翰 他们会一群人搭上一艘 像是独木舟的船 船身都会漆上很鲜艳的图案 每个人的手上都有武器 像是锚、投石器、弓跟箭 而那一事 她被敌方的战士 从身后拿刀割喉而死 死的时候只有21岁 还有一事 她转世成一个小女孩 但是年份无法辨认 她的名字叫做伊丽莎白 家里有一个兄弟 两个姐妹 爸爸妈妈常常吵架 正式的爸爸很爱喝酒 而且酒后会家暴她的妈妈 魏斯博士每次在帮凯瑟琳 进行催眠的时候 都会询问她当时的身份 或者是看到什么 结果发现竟然有好几事例 都出现了一些 在现实中认识的人 例如爱德华 她是当初要凯瑟琳来找 魏斯博士治疗的那个小儿科医生 魏人和爱可卿 在西渊前1536年那一世 她叫做帕修斯 是凯瑟琳的父亲 而且是一位慈祥温和的父亲 但是在小女孩伊丽莎白的那一世里 虽然她也是凯瑟琳的父亲 但是却是一位常喝酒 而且酒后会家暴太太的爸爸 魏斯博士在3900年前 由于是凯瑟琳转身为希腊人 而魏斯博士呢 就是她的老师 名字叫做迪奥格尼斯 是一位博学多问的学者 同时她也是凯瑟琳的舅舅 瑞琼是她的侄女 而他们的关系很好 原来在阿朗达那一世里 瑞琼呢 是她的女儿 叫做克利斯塔 朱蒂是凯瑟琳现在最好的朋友 他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两个人对彼此呢 都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而且很快就成为了痴心的好友 互相的信任 有很多话不必说出口 就可以知道对方的想法跟需求 而她出现在凯瑟琳 转世为德国飞行员艾瑞克那一世 在那里 朱蒂叫做玛格 是艾瑞克的小女儿 在催眠中 凯瑟琳说 当时的玛格很小 但是玛格看起来就像朱蒂 笑起来也像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贝琪的女生 她是凯瑟琳的朋友兼同事 他们很常接触 感情还不错 只是凯瑟琳呢 讨厌贝琪批评人的态度 而且她不喜欢贝琪对她生活的干涉 因为在凯瑟琳来说 贝琪只是一个朋友 不是家人 但是在回忆前世的时候 有一事 凯瑟琳转世为一个叫做曼蒂的小女孩 当时的画面呢 是要举办一场婚礼 而贝琪竟然是她的姐姐 而且是一个搭她蛮多岁的亲姐姐 同时也是这场婚礼的新娘 更神奇的是凯瑟琳的男朋友 史都华 她是一名已婚的医师 他们在一起呢 已经六年了 虽然这段婚外情走得很坎坷 而且史都华在这段感情了 对凯瑟琳有着欺骗跟控制 可是凯瑟琳就是离不开她 在她转世为海盗 约翰的那一世里 你知道吗 从背后拿刀将约翰杀死的人 就是她的男朋友史都华 除了这个之外 在小女孩曼蒂的那一世里 她的姐姐成为了今生的同事贝琪 而她的爸爸就是她现今的男朋友 史都华 在那一世里她很爱她的爸爸 虽然她的爸爸也常跟她玩在一起 但有时候就觉得 她是一个小讨厌 问题很多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她的祖父 凯瑟琳的祖父呢 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非常宠爱她们这些孙子 常常带着一票孙子呢 到处玩 而且还会带到她喝酒的地方 让她们喝汽水 同时呢 还会给这些小朋友呢 很多零用钱 在后来催眠中得知 有一世 她们出生在一个农村附近 家中的成员呢 有季父 妈妈 姐姐 这一世 她同样是一个小女孩 她的季父非常的疼爱她 对待她们两姐妹 就像是亲生父亲对女儿一样好 而这个人 就是她这一世的祖父 在催眠的过程中 前世的一些亲友 如果这一世呢 凯瑟琳没有见过面 她就只会说出 那一世 那个人的名字跟关系 如果是这一世认识的人 不管是在前世 对方的模样 是老 是少 是男 是女 她都可以分辨出来 她们是谁 并且 造出她们这一世的名字 凯瑟琳在接受催眠的时候 她说的话呢 都让威斯博士感到震撼 除了这些之外 凯瑟琳似乎还有一个通灵的能力 而最让她鸡皮疙瘩的就是在1982年的一次催眠治疗中 凯瑟琳竟然忽然对她说 你爸爸在这里 还有你的儿子也在 你爸爸说你会认识他的 因为他的名字叫做爱佛龙 而你女儿取的名字跟他一样 还有他的死因是心脏病变 你儿子的心脏也不好 是反过来长的相机心 她非常的爱你 而为你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她的灵魂是很进化的 她的死 偿了父母的债 同时 她也想让你知道 医药呢 只能做到这个地步 她的范围是有限的 当她说完这些话的时候 博士是吓傻的 整个人起了鸡皮疙瘩 因为她的这些家庭关系 还有私事 凯瑟琳是完全不知道的 而波士医生中呢 最遗憾的 就是她的第一个儿子 亚当 他出生在这个世上 只活了23天就夭折了 在当时1971年的时候 亚当出生10天 从医院回到家中 那个时候呢 他就忽然开始有了 呼吸的毛病 而且不断的呕吐 在那个时候 诊疗出亚当式肺经脉 循环不良 以及动脉隔膜受损 因为肺经脉 原本是应该带着 充满氧气的血液 流到心脏 但结果的位置错误 变成从相反的地方 进入到心脏 这样的状况呢 就像是心脏是颠倒的 而这种病状的发生率呢 大概是一千万名婴儿 才会有一例 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病例 就算动了很大的手术 也无法挽救亚当 所以没几天后 亚当就去世了 在这个世界上 只出现了短短的23天 后来卫斯博士夫妇很难过 直到他们的第二个儿子 约旦出生 才稍稍的平复他们的伤痛 而卫斯博士的父亲呢 是在1979年的时候 死于心脏病 他父亲的犹太名叫做艾弗隆 英文名字叫做艾文 但是他父亲更喜欢艾弗隆这个名字 觉得艾弗隆这个名字更适合他 所以他去世四个月之后 卫斯博士的女儿出生了 而卫斯博士为了纪念父亲 所以帮女儿娶了艾弗隆这个名字 所以当他听到凯瑟琳这样说的时候 他真的吓傻了 因为凯瑟琳不知道这些事情 而且也没有地方查 凯瑟琳说的内容呢 包含卫斯博士 曾经有一个儿子 死于千万分之一的先天性心脏缺陷 不是对医学界的看法 还有他父亲的死 以及女儿的秘密 这一切的细节都太伤戏了 让他觉得呢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真的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催眠状态下的凯瑟琳 曾经被卫斯博士问到 为什么你的继父对你很好 但你的另一个亲生父亲 却对你不好呢 然后他就回答说 若是不懂得爱跟养育 那么就会把小孩子当作财产 而不是该爱的人 如果他们学会了 就会偿还所欠的债 若是不了解 那么下一世得再来一次 从他的话可以了解 原来这一世遇到的一些人 在前几世里 真的和自己呢 有一些债 所以像是他这一世的男朋友 十多话 有一世呢 是杀死他的敌人 而另外一世呢 却是养育他的父亲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并不和谐 就像是东方人说的 不是冤家不巨头 原来两个人在前世 真的就是冤家 而这也让我想起了 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 故事的内容是说呢 有一个校草 长得又高又帅 而且家境不错 在读书的时候呢 他喜欢上了学校的校花 而且花了非常久的时间 终于追上了女生 成为大家口中的巨男美女组合 而很多人也觉得 他们应该就为这样子 幸福的走下去 但是毕业后没多久 两个人竟然就分手了 原因是因为感情淡了 而且没多久呢 校花呢 还马上嫁给了别人 当时这个男生 看到校花的老公的时候 心里真的非常哦 因为校花的老公呢 外在条件不如他好 家境呢 也很普通 学历也没他高 当下这个男生 就觉得很不甘心 自己明明很爱校花 对他呢 也是忠心耿耿 从来都没有跟其他女生 发生过什么暧昧关系 而且也对他非常的好 为什么最后 欣然选择跟他分手 而且嫁给了一个 什么都比不过他的男生 当老公 因为这个男生呢 真的太难过了 而且也觉得太欧了 所以呢 常常都会找朋友啊 大吐苦水 有一天 他找了一个高森解惑 高森呢 倒了一杯茶给他喝 喝完之后 他就睡着了 并且做了一个梦 梦境里是一个古代场景 他看到了一条河流 在河道的旁边呢 飘来了一只女尸 在这个女尸的周围呢 围了一群人 七嘴八舍的观看跟讨论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走过去 看了一下 看完之后呢 马上就跑开了 接着出现了第二个人 他看到了壳边的女尸 觉得人已经死亡 但可怜尸体呢 不止要在阳光下曝晒 还要被其他的人议论 于是呢 就好心的脱掉 自己身上的外套 并且盖在女尸的身上 还有脸上 让尸体不用被阳光日晒 也帮女尸呢 保留了最后的尊严 盖完之后他也离开了 后来第三个人走了上来 还看到女尸之后呢 于心不忍 于是买了一口棺材 将女尸放了进去 还找了一块地呢 帮女尸建了坟 让女尸有一个长眠的地方 梦境结束后 他醒了 是让他觉得奇怪 怎么会梦到这样一个梦的时候 忽然间高森就问他说 你做了什么梦 结果 校草呢 就把梦境里的事情 如实告知 后来高森就说 你就是梦境中的第二个人 梦里的女尸呢 就是这一世的小华 在情侍中 你帮她盖上衣服 让她免于日晒 也避免了尸体呢 被人观看 所以你对她有恩情 因此 在这一世中呢 她来还你的恩 给了你快乐的几年 恋爱时光 而她的老公呢 就是梦里的第三个人 她给女尸一口棺材 一座墓地 一处永眠的地方 所以在这一世里 她来报答这个大恩情 就是嫁给她 并且和她有一个幸福的家 其实我是一个相信 有鬼神啊 有前世 今生来世的人 我也相信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真的跟累世有关系 这一辈子呢 跟你很好的人 在上辈子哦 可能就是你很重要的人 而且呢 同样跟你感情很好 而这一辈子哦 让你很讨厌 很头痛 或者是很厌恶的人 有很大的可能 上辈子你真的欠了 人家什么东西 所以有些信仰 常常会说 人与人之间啊 要结善缘 冤家已解 不已解 众善应得善过 还有一句很有名的就是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其实都是确认要善良 要珍惜身边的亲友 下星期五晚上九点 记得锁定我的频道 来听我说故事哦 再次谢谢大家看完这集影片 我是佳佳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